这个网站其实最近才改版过一次 因为旧的方式 其实因为刚刚我之前有教过 网路上有po 结果有人就说 老师那怎么用你的方法不行 我后来说因为网页改版了 请要他重新再把它改写 可能他改写 不过还蛮厉害的 有些人他功力够的话 其实看一下给他一个方向 他自动就可以找不到答案了 那我想尽可能 如果你可以这部分下一点公布的话 以后网路上的资料抓下来 其实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但前提就是说 你可能第一个 一定要对这个网页里面的相关结构 其实我觉得在浏览器里面 蛮多地方都给你很多的答案 只不过就是说 那个HTML原始码里面 其实你头的部分 其实基本上可以不用看了 反正他一定是HTML开头 那Head指的是他的上半分 这个也可以略过啦 资料通常不会在Head里面 通常这程式 他里面有一些Gavascript的程式 也不会有 Head结束嘛 再来就body body指的是他里面的东西 里面东西放哪些啊 你可能是要往下找 大概往下 习惯上的话呢 不然你就是按Ctrl F啦 Ctrl F这边有个寻找 比如说你可能知道某一个资料 我想找 你也可以找什么 33 有没有 31.08 他也会怎么样 自动帮你跳到这边来 你也可以找得到 其实找到你要的东西的位置 其实还蛮容易 按下去分析 他有两个耶 到底为什么有两个 其实我本来不知道 我后来给他发现网页一缩变成两个 一展开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那我就知道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给我给一个他有个Head的 而且这边还有个Fone 手机版的 所以我才知道 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抓上面的资料 后来发现不对啊 只有抓两笔 后面那一笔怎么办 原来资料下面有重复 所以我一看原来是抓下面这个才对 那为什么我知道 其实不是凭空想象的 都是直接看原始码的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训练自己 可能你刚开始会有点抗拒 因为光看到这些头都晕了 对不对 但是没有办法 答案就在这些东西里面 你不看这个 你可能也是找不到答案 没有人 因为这东西假如说台银的官网 他又重新改版了 那你的原来程式就没办法再抓他的 怎么办 你就要再去看一下它的原始码 再重新改一下你的规则 又可以抓下来了 OK 又不管说他到底怎么去改 反正我只要改动一下 我需要的那个投入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找这一段 那我用那个问号 这个用一个那个 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总共有几个字不知道 其实我的习惯会用那个 Ctrl G 再加个问号 把用LEN的这个函数 去算一下总共有几个字 那我就知道有46了 所以你会想说老师 为什么这个地方你是48 因为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 找到的位置后面还有两个字 有没有 所以48 也不是凭空算出来 反正就是找对了一次就对了 所以你如果找错 那你不要傻傻的一个慢慢数 如果你不会用LEN 我想你可能要慢慢数 那你不用这么歹命 其实原则其实就是 找到一定会找到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要切割 切割是从这边开始 所以因为MID函数 MID函数 这个基本上它会给你要三个讯息 第一个 你的网页原始码 因为我们放S 所以给S 第二个是给什么 开头的位置 所以你给I star 但是I star的话 比如说Star的位置 我打一个ST好了 还要再加上多少 加上48 对不对 因为才能抓到什么 这个是开头位置在哪里 就在这里 够点要几个 那因为我们是找到头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所以尾巴的位置 剪掉开头位置 其实中间这边还有48个字多了 所以我又再多剪48 OK 所以有头有尾 然后有切 自然MID完之后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这一串 抓出来了 那我就丢到一个S data的变数 再来就丢到我们的储存歌里面 他就完成了这个流程 其实应该都可以理解的 只是说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再找其他的范例 如果你这些都弄了很多次之后 我想你慢慢这些 就闭着眼睛都会了 但是就是懂得什么 去做修改 OK 所以这个我想 这个还是要需要点时间去磨 那所以呢 做完之后的程式就在这边 因为总共有四段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段 复制之后第二段 这边改的C 改的D 改的E 其他都一样 不过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你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共用程序 不过这慢慢来 因为这其他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后再把它清除掉 就OK了 那如果你要改共用程序 我发现刚刚改的时候 还要注意几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 如果改共用程序的话 好 程式是简单多了 为什么 因为就这样而已 有没有 现 打错词了 那是现金 不是现金 现金买入 OK 现金卖出 好 那 扣这个程序就好 不过特别注意哦 因为呢 我们有一些 这个变数啊 如果你两个程序哦 如果说你自己的变数 变数 这边有个S 对不对 比如网路上抓下来 那你这个 这个指的是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指的就是 你只能够在 这个区域里面使用 你在另外的区域 有没有 另外的程序里面呢 它就抓不到了 因为那是你家 比如说这个钱在你家里嘛 你没有拿出来大家用 不可能 不一定是钱啦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 你如果不把它共用出来的话 那其他的程序就抓不到 所以怎么办呢 要不就是你把这个S也顺便传过来 要不然呢 你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一些变数 像S 像i star 像i end 这个i end 还有这个应该可以做 这个不用区域变 还有这个i 记得要把它改成什么 痊愈变数 所谓的痊愈变数是写在哪里 最上面 有没有 如果说你将来 你比如说两个程序 之间要互相交换资料的话 记得你不能写在你自己里面 写在自己的程序 因为自己的程序里面 只能存取自己里面的那个变数 你换到另外一个公用程序里面 它就抓不到了 OK 就像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先没有加好了 比如说我这个 这边没有加 那我们就执行 假设我这边 抓S应该OK 抓得到 然后呢 这个i也OK 可是问题呢 我call它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过来的时候呢 它这边的S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没有传给我 你的S在你家啊 我的S是我家啊 那我们没有相同的 有没有 即便名称一样啊 可是你家的东西跟我家 除非说你这边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引数啦 就是把S再透过引数丢过来丢给他 可是我觉得这样写好像蛮麻烦的 你还要传很多东西 所以干脆怎么样 写在那个最上面 写在最上面的方法就是 你就是直接看你哪些要共用啊 因为我刚刚想应该是这个i一定要共用嘛 i会变到 如果其实没有变到的话就不需要 这个有 有没有 这个是 sale 这个有 这个有 OK 然后 这边的话 i star有 然后呢 s有 OK 所以基本上呢 会用到的 还有那个 i end有 所以我把这些呢 宣告记得哦 一律是宣告在最上面就对了 这样的话呢 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两个程序共用 这叫共用程序 这观念很重要 其实不是只有VBA 其他的那个程式都有类似的概念 如果说你不要用 共用 就是写在 就是痊愈的话 那你不然就是要传参数 传给他 可是问题那传就要传好几个 传好几个 有时候写就觉得 很那个 不过你自己可以 选衡一下 哪一种写法 对你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写程式尽量是 不要人家找自己麻烦 而且将来比较好维护 比较好 所以 有的时候甚至 干脆你不要写 不要写共用的算了 不然将来我怕你都写完之后 好又会出问题 那 没有写 没有写共用的好处就是说 反正虽然说多写一些程式啊 但是也都还还在可以那个接受的范围之内 不要说这个重复十次那当然就一定要了 重复四次倒还可以接受了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权了 你不要说为了追求那个什么 追求自己程式码的最少话 然后把程式写得很复杂 虽然自己写得很开心 可是将来你把这个程式给别人 可能别人会看得很辛苦 到底有可能 所以我尽可能 我的程式就是尽量简单 然后比较好理解为前提 至于怎么写 我想那都是一些还可以再讨论的空间 OK 所以请各位 也许这部分 我待会可以把那个共用程序部分 共用程序的这种写法 也把它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那最后的话 写完之后呢 也许就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非常简单 我用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就用Range 这个范围就是Range的B4到E122 E122里面的话 点ClearContent 点ClearContents ClearContents就是内容 把它清掉了 这样的话就清空了 再来就是可以把它直接执行抓到 下载完毕 所以最后的话就可以清除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OK 按一下 感觉还蛮好的 因为每天你要看一下 那个今天的汇率的话 还蛮方便的 按一下吧 就是台银最新的 那如果你希望 它每隔一段时间 就自动去抓取的话 而且甚至可以把它加进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 那个另外一个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的 就是你可以打一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就是Excel VBA的那个最大物件 点 这边有个On Time On Time有没有 这个On Time的意思是说 你多久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就是 多少时间再去执行一次这个Position 这个Position的程序 也就是我们呼叫的那一个 那至于如果你不会写 你就打个On Time Application点 按一个F1 它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时间该怎么传 那Position就是把你那个程序的名称放那边 它就会一段时间去帮你抓 一段时间去帮你跑一次 一段时间去帮你跑 不过你可能要设定一个停止时间 不然它可能会停不下 它一直跑一直跑 那On Time 这个方法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On Time 有点像闹钟 它有两个 一个是多久执行一次 秒分小时都可以 另外一个是 几点几 每天的几点几分几秒 执行一次 那如果这边有相关的说明 如果你不太懂的话 其实大概底下应该有一个范例吧 BBA 它这边On Time 有没有 这个范例是说Now Now就是现在的时间 再加上Time Value 一定要用Time Value包 如果没有Time Value 它看不懂你的格式 意思是15秒之后 后面这个Position 你就是要把这个双引号里面改成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程序 你就是把它改成 就是叫做这个名称 好 有没有 那你把它贴上去 它就每隔15秒钟 就帮你跑一次 每15秒钟就跑一次 所以也许你跑一次 也许你可以先扣清楚 先把资料清空 然后再盖过去 其实好像也不用盖吧 它每一个每一个 就把它直接盖过了 所以它会每15分钟 就会自动怎么样 不跟你讲 15秒钟 10分秒 所以你不会写 这边都有答案 对不对 Ctrl C Ctrl V 贴上到底下 就可以Run了 或者是说 底下有个On Time 它是几点几分几秒 15点 意思是下午5点钟 值其一次 这有点像闹钟 那你可以好几个时间 好几个就像你手机里面闹钟 你也可以设好几个 不过前提是 你的Excel是要被开启的 那你就可以自动化了 OK 反正你就是Excel开着嘛 然后缩到最小 时间到它就帮你处理 时间到就帮你处理 比如说你可以一段时间抓 然后你可以再帮它放到底下 底下 自动旁边也可以秀图表 高高低低 像汇聚这样 可不可以啊 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那个图表来源 就是从你这边而来的 加一个 比如说美元的高低 它有涨跌涨跌涨跌 股票可不可以啊 你也可以看用什么方式 跟图表结合 因为图表来源就是你的数据 那自然而来 你可以做出很多变化 这东西其实 我倒觉得太多地方可以变化 只是说大部分同学 好像对这些都点陌生的 每次讲到这个 虽然很想讲多一点 可是很多东西说真的 你们的功力好像就是 有时候会排不到那里 不过至少让你知道 其实这里面真的可以做出 非常多东西 只是说一般人 还没有那种 对于那些程式还不甚了解 我刚刚来 请各位先试试看一下 也许我刚刚讲的 不是共用程序 也许待会 我会把共用程序贴上去 你们参考一下 自己改改看也可以 最后就是call 有没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